大家好,歡迎收聽網向編輯節目 今次又繼續只有我一個 繼續和大家唱一下獨腳戲 因為許劉山還是身體不適 相信他需要休養多幾天 在節目開始之前,希望大家點贊、訂閱和分享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三個頻道 網向編輯部、正向部和曬冷氣 就是對我們團隊最大的支持 好,第一宗消息就是 習慣發生在元朗 昨天早上元朗這間永信食店裏 發生了嵐油案 哇,神這麼早發生嵐油 當中涉及有六名男女在這間食店裏吃早餐 突然遭到六名痴戰友打擊他們 當中三名介乎十七至二十二歲的男子 被人打到一身傷 搞到要送入醫院 接著之後,這幾班傢伙都挺兇的 當這班人進去食店的時候 就看著看見那傢伙 就向他掠了四刀 當然啦,看到這麼恐怖的情況 店內的食客也嚇到驚慌失色 現在在途中看到 在右上角穿著黑衣服 會不會是黑布來的呢 不過我相信他們都是為了想隱藏自己的身份 所以穿一套全黑的衣服 哇,穿成這樣看來也是挺熱的 這麼恐怖的事情發生在一間 這麼繁忙的食店裡面 當然啦,嚇到所有人都雞飛狗走 據說,原來呢 這宗林友昂竟然是涉及爭女的 哈哈哈 有媒體的報導就說 兩名分別就是 有這個新Beyond和合圖騷背景的男子 為了爭一條女 就結怨 這麼巧 在昨天的早上就狹怒相逢 仇人見面 訓外眼紅 繼而發生口覺言 之後就動武了 大家都看到了 在途中 這間食店裡面 每張桌都幾乎坐滿了人 又在右邊的台客就是被襲擊的台客 六個人採在小桌上 相信都吃得挺滋味 不過突然間有另外六個穿黑衣 還戴了冷帽的人就衝進來 據說 帶頭那位 黑衣人 就見到那個目標的時候 就異話不說 就向他掠了死刀 被襲那位男子也用手擋到 哇,你這麼膽 不過你不用手 還可以用得什麼呢? 至於 坐在他附近的朋友 就真的不夠朋友了 哇,看到這樣的情況 竟然是彈開 搞到城地都是食物 當然了 用手擋刀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這位被襲的男事主 看來身手也有差不多 竟然可以將襲擊他的人 都一起拉著 躺在地上 至於 帶隊進來其他的 黑衣人 就轉移目標去掠他的朋友 整個過程 看來都非常之快 只不過是十五秒鐘 掠了幾下之後 好,整個黑衣人都走了 搞到 整地都是早餐 通粉 米粉 全部都在地上 至於其他食客 當然是怕得走不走 唉,發生這樣的事情 原來就只不過是爭女 這麼幼稚的問題 據說 被襲擊那位男子 就是 新Beyond的 叫阿雀的人 原來只有22歲 都挺年輕的 以至於 跟他爭女的 是屬於合圖騷背景的 叫做粒粒 都挺可愛的 有一個叫阿雀 有一個叫粒粒 那雀就是吃粒粒的 是不是呢? 那雀都是一粒粒的 不過不是 這次就是 原來就是粒粒吃回阿雀的女友 思緣原來就是這位阿雀 早前因為 反運危險藥物 就搞到要蹲監 那麼 阿雀蹲監的時候 他的女友 當然是內不住寂寞 繼而令傑心歡 跟這位粒粒相戀 後來 這位 爵的爵哥 就出來放牢 跟著 跟那些老友 在元朗的 一間 無牌的酒吧 消遣 喝到啪啪呼 喝到第二早 跟那些老友去吃早餐 原來在吃早餐之前 就曾經 在街上 遇到這個粒粒 大家 是情敵來的 看到當然是 罵了媽媽 不過 當時來說 在街上 大家看到對方 竟然不動手 直至 這位 爵哥 去到吃早餐的時候 就突然間 遭到這些黑衣人的襲擊 原來 就是一些 這麼優質 這麼無知的理由 你這位粒粒 你都爭贏了 你做什麼還要捏人呢 是不是 我相信 嚴格來說 都不是因為爭旅而起 很可能 之前在街頭上的口角 就辣慶對方 搞到粒粒 要大油 去捏這隻鳥 相信 涉案人士 亦都很快會被拘捕 這些這麼幼稚的理由 真是 你們這些傢伙 真是 影衰字頭 可以說得上 到今時今日 還要跟這個跟那個 本身 腦子也是有問題的 書又讀不好 沒有什麼知識 還要為了這麼無謂 這麼瑣碎的事 就搞到要劈來劈去 這幫傢伙 簡直就是社會垃圾 好了 說完這幫社會垃圾 我們就看看 另一幫社會垃圾 據說 在昨天晚上 在青山公路的丁九段 就發現了這輛車 這輛車 原來是運快餐的 據說 當警察嘗試截停這輛車的時候 司機就沒有按指示停下來 反而繼續把車駛開離開現場 在開車的時候 也做出不少的危險動作 不過 警方最終都能夠截停到他 並且在這輛車裡面 竟然檢獲大約五刻 懷疑是一些Ice來的 價值幾千元 好少 哈哈 還有這位攝氏的司機 都成43歲 也都因為這樣而拘捕的了 43歲的人過中年了 都還是這麼幼稚 帶著那些兵到處走 據說很可能這輛車是在運貨的 圖中也有人拍下 警方截停這輛車的過程 而大家在畫面上看到這輛照片 就是在抖音上的一些視頻上截出來的 當這輛司機車被警方截停的時候 警察當然自自然也要他開門 但他拒絕服從 繼而警方也以警棍擊破這輛司機車的車窗 並且把這輛司機強力抬他出來 合力把他制服 最後抱起他 帶到他路邊繼續調查他 不過這個人也是非常支援 竟然不服從警方指示要的停車 反而踏行油和警方展開過一輪追逐戰 直至到大約在途中這個位置 就在海安路被截停了 一個司機就要勞犯到五名警員上前包圍 不過這個男司機始終都是 還想抵抗 所以警員才要駛出警棍 並且強行把他拉出來 不過最終我相信這位男司機 都看到大勢已去都沒有再去反抗了 整個過程都只是大約三十秒左右 很快手 不過據說 男司機就懷疑他身體不適 所以警察就把他拉到他路邊 繼續跟他調查 不過我自己這樣看 是不是真的身體不適 還是他本身就自己欺負了東西呢 原來據說 在他被捕期間 曾經在一個迴旋處裡 慢慢地繞了十幾次圈 並且在回傳處繞圈的時候 都是非常危險的 亂轉線的 看來他開車的時候 的臣子都是一般的 這位友仔也是弱弱致致的 四十三歲都還吃這些東西 又是一些社會垃圾來的 看我眼中了 這些人都是沒什麼用的啦 好了 講完兩宗 不多好的消息之外 這一宗就好消息 好了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你看 這個阿伯 很開心地指中指 那是什麼事情呢 這個阿伯就是東寶小館的老闆 較早前 源於他是在北角渣華道的市政大廈 經營他這間的東寶小館 但是在上個月的二號 因為食環署指控他違反租約條款 而被逼結業的 不過據說 這一則真是好消息 他已經找到新的地方 將會重新開業 而目前據說 他正在積極籌備當中 希望可以在十一月 就重新開張 那就開心咯 是不是 你看看他幾豐蘇 在照片裡 那之前那些 覺得 又說香港 那個 對口 又說政府要打壓這些小店 搞到人家 沒口吃 喂 事實上 他以前在這個市政大廈內 經營這間 東寶小館的時候 他交的租是很便宜的 並且他已經 經營了三十年 照計 賺下賺下賺下 應該是不少錢 當時 在九月二號 經營最後一天的時候 很多熟客 大感 依依不捨 現在不用不捨了 11月 據說他就會再重開 到時 你又可以光顧他 擦一餐 是不是 還有 也有媒體訪問到 東寶小館的經理 露比 露比 他也說 會在11月重開 地址 會在謝菲道的一間商廈 哪裏 我就不說了 免得大家說我幫他宣傳 但是 有一點 他向媒體透露 就是 東西一定會貴 意思就是 他的菜牌 我相信都會照舊 但是價錢 就不會照舊 所以 要找他去吃東西 要再帶多些銀兩 才行 據說 這間餐廳的特色 就是用碗飲酒 碗就是他稱呼為 戰鬥碗 露比也說 他會把碗都搬過去 到時 支持他的食客 就可以跟他喝杯 所以 就不要再說 政府打壓這些東西 沒有打壓的 本身 他就違反這個造藥 所以才要 遷出之前的位置 說到這裏 還有一則消息 就是關於 這個 知機芥木廠 知機芥木廠 較早前 都已經有不少報道說過 已經在香港經營了70年的歷史 但是 他之前的地址 被列入為 發展區的範圍 所以 就要收回那塊地 而在上個月的月底 地政署 漁農署 警員和大批工人 就已經 圍封了 這個 知機芥木廠 並且成功完成收地 而廠內的木材和機器 也歸由 土木拓展署 來管理 至於這個木廠的負責人 黃鴻拳 就說 最近 他獲得一名 熱心人士 出租一塊地給他 那塊地 真的夠大 成萬多尺的土地 給他重開這個芥木廠 所以 他是希望政府 能夠通融一下 將那些機器和700噸的木材 還給他 而根據土木工程署的說法 目前 承建商 就逐步拆卸這間木廠 而承建商也說 他們開始處理木材 並且分批運送到環保署 轄下的Y Park林區管理 但是 這位 權叔 就說想拿回部分物品 而根據土木工程 托展署那邊的說法 處方 是會視乎情況 著情處理的 皆大歡喜 現在權叔 又找到新地 而且 土木工程 托展署那邊 也不會說有什麼 留難 只需要 要求權叔 跟他們聯絡 看看可不可以 拿回一些東西 就行 照這樣看來 權叔 是獲得 由政府賠償成千多萬 之後 現在又找到新地方 繼續做他的芥木廠生意 他這次搬一搬 應該也要收貨 大家看到權叔的樣子 就不需要 再這麼仇美虎面 現在又有新地方 開一間新廠 又可以繼續經營這間木廠 另外 支持他的人 也不需要太灰心 又可以通過全叔 可以傳承木工知識 那是不是皆大歡喜呢 所以 又不要說 特區政府 什麼消滅 香港文化 又說摧毀什麼 香港本土產業 喂 大哥 以前芥木廠 運作的時候 根本都沒什麼人知道 是直至最近的工廠 說要收回的時候 媒體才去 報導給大家知道 令到更多人才認識到這間木廠 現在老闆權叔都找到新地方 而且政府也沒有說會流難他 不讓他拿回他的木 或者機器 那些生材工具 只需要向有關當局聯絡一下 他們會著情處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又怎麼能夠說 香港政府說要消滅香港本土的文化呢 是不是 不過權叔仍然都是 以一種頗為消極的態度 向媒體這樣反映的 他就說 雖然現在找到空地 不過沒有機器 沒有木材 我看怕都很難東山再起的了 現在拿回本錢之後 一做的 沒有了蛋藥 怎麼做呢 哈哈哈哈 喂 我不是沒有蛋藥啊 權叔 政府之前賠了一千多萬給你的 現在那些機器木材 你和那個土木工程拓展署聯絡一下 相信他們都會著情跟你處理的了 有什麼需要 還這麼消極的態度說出來呢 是不是 我覺得權叔真的要積極點 哈哈 東山再起 指日可待 好啦 今節就說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節回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話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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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